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我们的围棋节目直播 千呼万唤使出来 我们又迎来了新一年的春兰花开 那么今天我们为您带来的是 第十三届春兰杯世界职业围棋锦标赛的直播 那么春兰杯是1998年中国大陆 出资主办的第一项世界职业围棋大赛 那么在过去的十二届比赛当中 我们中国选手获得了其中的五次冠军 那么第十三届比赛总共是24名选手来参赛 其中有八位总的选手 我们中国有五位总的选手 韩国有三位 那么另外十六位选手经过抽签捉队厮杀 那么今天这八盘棋的胜者将会在后天 和八位总的选手再度展开角逐 来争夺八强的席位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了 从第一轮的抽签情况来看 我们中国出战的四位选手 确实有几盘的重量级的对决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选择了一盘 我们中国棋手联校和日本的职业虎丸之间的比赛 那么说到联校大家很清楚 曾经最高等级分排得过第二 曾经获得过棋胜的称号 也获得过名人 是现在的在位天元 实力非常的强劲 但是从过去世界大赛的表现来看 并没有完全达到人们的期望值 因为他七次杀入世界的八强 但是没有能够再进一步 所以我们期待在这一届的春蓝碑 联校能够有好运伴随他 那么说到他的对手之夜虎丸 99年出生 是一位日本真正的后起之秀 但是也是日本围棋的希望所在 因为他目前已经有三大头衔在手 日本的名人王座和时段 可以说他已经从去年开始 向日本的第一人锦山玉泰 发起了强有力的冲击 所以这位选手的实力是不容小觑 我们也期待两位选手 能够在今天给广大奇迷 带来精彩的对决 那么在比赛我们转播开始之前 我们先看一段小片 我们看到这也是一周之前 在我们中国棋院举行的抽签仪式 那么今年的春蓝碑采取的是线上对决 当然线上的比赛我们现在非常的有经验 我们看到这个第一轮抽签的 这个对阵的形式 称战大戒对李立言 这是美洲的代表 我们看到职业虎丸对联校 喜剑阳对金智希 余正齐对阵欧洲的代表伊利亚 景山玉泰对阵韩国的孙敏郡 好 这是今天上午在中国棋院 举行的第一轮比赛的开幕式 我们看到中国一期协会主席林主席致辞 这是参赛选手 那么我们四位中国选手 在第一轮要展开对决 这是孟百合的冠军米玉婷 米玉婷今天的对手 是韩国等级分排名前列的 实力派选手变向一 所以今天对米玉婷来讲 是一场苦战 米玉婷现在也是在位的名人头衔拥有者 实力很强劲 以力量建长 现在说到力量的话 我们看到了十月 人称石哥 厂军一条龙 那么曾经中国等级分第一位 今天他的对手是来自中国台北的许浩宏 十月这几年依然是奋战在 为甲的第一线 我们看到了年轻的小将 99年出生的许家阳 这两年的进步神速 今天他的对手是韩国的世界冠军 曾经被称为韩国为其皇太子的金智希 这两人相差了十岁 可以说是两代棋手 那么金智希现在的状态有所下滑 对于许家阳来讲 这场比赛应该说胜面稍微大一些 好 我们看到了 今天我们转播的主角连孝 这也是齐界的知名帅哥 他的对手是职业虎丸 希望连孝今天能够展现出良好的状态 好的 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出两位 重量级的讲期嘉宾 中国为其协会副主席 常昊职业九段和邱丹云职业二段 交个两位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很荣幸在这里可以和常昊九段 一起讲解今天的春兰杯 这是第一轮 那个常老师 今天的棋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比较关注 因为很多都是中韩还有中日 还有韩日之间的对局 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也是很高兴 再次来到我们央视的转播厅 给大家来介绍的第十三届春兰杯的比赛 尤其和小球我们好像平时讲题不多 但是也希望今天给大家能更好的来服务 在出战 同时也是在第七届拿到了冠军 这非常不容易 而且我们讲期的嘉宾好像很少能够请到历届的冠军来讲解 好 那我们看看今天这盘棋的对局 就是联校对阵直野虎丸 刚才主持人也介绍了这两位棋手的近况 职野虎丸现在也是日本势头非常近的一位棋手 对 他在应该说可能大家有的器友 可能知道景山玉泰更多一点 他现在是日本的第一人 但是职野虎丸可以说是后起之秀 而且前面主持人黄泽忠也介绍了 他在20岁刚刚出头 就获得了日本的三个大的头衔的冠军 现在是名人 王座和时段 尤其是获得的名人 名人是他们两日制的这样的一个 他们叫大三冠的这个比赛 他也创造了一项记录 可以说是最年轻的名人 好 那我们先来看齐吧 然后慢慢地给大家介绍这个春蓝杯各种的情况 今天经过拆先是职野虎丸 职黑 白旗下的这个行为 新小木 这个比赛大家看到前面的画面 也已经看到了这是在线上下的 因为各国选手都要参加 今年的应该说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以往我们春蓝杯都是会在春天开始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这个名字有关 我们一般都是我记得往年三月份左右 是在开幕 那么今年因为特殊情况 就是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七月底 而且是只能通过网络的这样的一种 特殊的方式来进行比赛 但是我觉得这样大的国际比赛 在旗迷们的这个千呼观望下能够出来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 好 我们进入 然后黑的是三三 是的 对 现在好像就是年轻棋手都是三三 我们昨天那盘棋呢有两个新位 然后居然没有人点三三我都觉得很好奇 很好奇是吧 对 现在好像没有看见点三三的比较好奇 对 是 但是反正至少我现在还是不太能够去 当然我现在比赛也少了 可能谈老师自己下的话是不是会下的比较少一些 我三三应该是不太会点 对 这个可能也是从小对于一种 怎么说呢 可以说对齐的一种认识吧 对 因为我曾经也问过李昌浩 我说最近这个AI的下法点三三很多 他也是这个微微地笑一下想想 但是他说我吓得还是很少 因为我不理解 或者说还不能完全地去理解 是的 是的 但是现在年轻骑手确实吓得很多 对 说起李昌浩今天也是一个非常巧的日子 今天是李昌浩的生日 是吗 45岁的生日 对 今天是7月29号 7月29号 白棋挂脚 黑棋在这儿守了一个 这个都是受AI的影响的 以前比如说像挂腥味 我们一般来说 要不然就是最简单的就是守个脚 对吧 就是或者说一肩低加 或者二肩高加这样夹击的下法 这个现在脱鞋呢 这个是最近是比较流行的 也就是说以前呢 我们职业气球觉得这个双飞燕啊 被挂了 就是在我白棋双飞燕 所以双飞燕的价值呢 可能就是威力可能觉得还好 所以现在也有很多的棋手就是选择了脱鞋 就觉得对于欣慰而言的双飞燕并不是像以前所理解的那么厉害 对我们以前是觉得双飞燕的这一手棋的价值是明显要大于就是单纯的手脚 就普通的手脚 是吧 是这样 实战白棋也没有双飞燕 对 它是点了个三三 对 点三也是一个AI的下法 现在可能是这个三三还是喜欢 但是我有一点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AI呢就是说他喜欢点三三 但是本身好像AI自己下三三的比较就是少 就是他也下欣慰让你点三三 对 如果从我们人类的感觉 既然你担心别人点三三 那么我是我应该占三三 但是他没有 他还是依然占欣慰 但是你点啊 就是说他就让你点 不过我现在也看到一些棋手也喜欢就是下三三 然后之前我记得方天峰老师 他说他可能对三三的理解会比较深刻一点 对 那个时候他下两个三三还挺流行的 其实在我们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 其实有一度这个下三三 或者说三三和小木是特别多 那么到了上十几九十年代的 这个就是九几年的时候 就是韩国崛起的时候 韩国流呢 因为他们下两年薪非常的弱 所以有一度呢 下小木跟这个三三的呢 就是变少了 下这个二连星对二连星的非常的多 这个是演变的一个过程是吧 所以围棋也是在不断地在变化 是的 好了我们进入到棋局 白棋呢就是 就是一般我们以前是黑棋 比如说前面我们说的这个地方是 比如一间低加 白棋这个点这个角特别多多 以前让黑棋张一个白棋跳出去 白棋跳出去 这个是一个标准的这个定式 那么现在呢 它等于是在黑棋没有夹击的情况下呢 它也 点三三 黑棋先这儿守了一下 对 也点三三 对 黑棋爬 黑棋爬 这个都是AI的下法 它呢是希望呢 白棋跳的时候呢 它觉得搬起来 这样的形状呢 比黑棋沾了虎 这个要好一些 那么当然 你想达成这个想法的话 对手肯定是 是要想办法的 所以呢 白棋是先尝一个 那么如果说黑棋只是单纯的沾上的话呢 其实这两个可能黑棋还亏了 对 拐一下跟它交换 对 你等于是在二路拐一个 跟白棋三路长一个 这黑棋亏了 所以黑的呢 也是不能沾的 黑的是要逼住这儿 先逼一下 对 逼住 然后你拐下来之后 那么黑棋再沾 因为白的这个地方 绝对不能被黑棋拐下去 这个拐是不行 对 所以当黑棋沾住这个的时候 白棋这一下总是要跳出来 那么由于有了这两个交换之后呢 白棋这三个字变了更重了 这个就是围棋的一个次举 是要非常的重要的 如果说你 你如果先沾了 你逼住的话 那么白棋是绝对不会拐的 对 白的要不然拖先 要不然就反加就行了 是的 是的 然后黑棋飞一个 黑棋飞住 白棋呢 如果直接动呢 其实是不太好出头 因为你如果说跳的话呢 它这个压先手 黑棋这个压呢 是可以说是绝对先手 因为你不能被冲下去 那么黑的就封住 对 好住 白的这个地方啊 紫地啊 这个在黑的包围圈里面 如果说跟黑棋硬碰硬的作战呢 这个显然不是一个上策 所以白棋直接出动 应该是不太好 他实战是选择了先反加一个 这个也比较符合棋里吧 你觉得这搁了三个 对 是不是应该拆一下 因为你这个不走的话 其实黑棋就算拆了二 走过来的话 你这三个子是后视呢 还是被根据的对象 其实这也是当初为什么 就是AI选择的三三的一个原因 没错 并不是说你这地方 就完全当后视用 所以白棋这个反加呢 应该说是 也非常符合这个棋里的 对 而接下去呢 你黑棋肯定要阻度啊 你不阻度的话 被拖过了 我这一拖就过去了 而且我拖过之前 说不定我这还能 再做点其他的文章 所以黑棋呢是 小尖 小尖 这样暂时可以说 白棋这个三个子呢 就跑不出来了 当然白棋留下了一些味道 总的来说 可以说这个应该是 还是两分的一个局面吧 对 他们说现在因为 大家都是用AI训练嘛 所以说 这棋呢 前半盘啊 基本上前50手左右 那胜率都差不多 可能 就是说如果说 大差不差的话 基本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实际上如果说 你觉得反正都差不多 我上去下也一样的 然后发现你上去下 就不是那么回事 对 其实作为这个 我是觉得现在 有了AI 给了我们很好的 一个训练的这个机会 但是呢 更多的棋手呢 还是要去尽量的 尤其是年轻棋手 我觉得职业的这个高手 尽量去理解他 就像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聂老师80年代 那肯定是叱咤共赢 中国最优秀的棋手 那么这时候 他跟我们讲棋 讲完棋之后 那么如果说 另外一个老师来问 说你为什么这么下 如果你回答说 因为聂老师这么说的 所以我就这么下 那么为什么这么下呢 我不知道 那肯定是要被老师批评 或者说也要被聂老师批评 对对对 对吧 你只有自己去理解他 不是说一个权威 说你应该怎么下 你自己根本 其实不知道他为什么这么下 只是因为他这么下 只是因为模仿 我去单纯的去模仿 对 那样的话呢 你也不可能成为一个 非常优秀的棋手了 没错 是这样的 所以我想现在 AI的这个出现 我觉得作为年轻棋手 也应该是抱有 这样的一个态度 他既是我们非常好的 一个学习的伙伴 学习的工具 但同时呢 千万不能被他死 就是当作一种真理 就是自己不去辨别 不去想 不去思考 对 完全地去模仿 这样的话 也很难成为一个 非常好的优秀的棋手 没错 是这样 好 白棋手脚 这个小背 手脚 这也很普通 然后看到这个手脚 黑棋就直接尖冲 对 现在这个 一看到这个尖冲 我就想起了 这个吴清源大师 吴老师当年 我也很有幸 二十几年前的时候 在日本比赛的休息天的时候 去过几次吴老师的家里 聆听大师的这个教诲 当时呢是 小秋年还记得 这个 对 对 对 吴有角 手脚 非常的多 是吧 是吧 小木这个吴有角 这个非常 可能棋友们 也这个看着这个 也应该很熟悉 是的 那个时候吴老师就说 一手脚 我就得马上尖冲 当时他说这个尖冲的时候呢 很多人都觉得 这个有点损控啊 比如说爬一会贴线 我无论是爬还是贴 都觉得好像 这个脚啊 更加结实了 我们以前都总觉得 好像是不是要 要拖三三啊 拖二络 适应手啊 怎么就走这个 太大方了 对吧 一贴的时候 他还说应该要往上尖 那么被别人一飞 总觉得这两手交换 损控啊 但是吴老师呢 就一直坚持 其实当时的很多的 骑手呢 还不是很理解 对 就是觉得为什么这么想 但是现在AI给出了 我们的这个定论是 白骑士已经 因为 小飞 小飞了 还要减凑 黑骑还是要减凑 所以确实 看到这个AI下手 减凑的时候 其实让我想起了 就是这样的 吴老师这样的一个 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大师 就是他在二十多年前 对 他虽然已经远离 很早的就 就不是在一线的比赛 但是他那个时候就 天天想这个 奇 他已经想到了这个时候 对于中府 对于外围的 这样的一种价值的 一种判断 我觉得吴老师 他对齐的理解 真的是很有前瞻性 而且不单单是 齐圈的人对他的认识 我记得我看到过 一篇报道吧 是田壮壮 田导演 他当时要拍 普京元的电影 电影 他说他认为 吴老师跟我们 在精神境界上 不在同一层面 就他无法够到 他的精神境界 是这样一种感觉 确实 现在我们看他的齐 这二十多年前 他已经想到这一点了 对 因为当时我是二十岁 在参加日本的 富士通碑 擂台赛的时候 所以印象非常深刻 但是现在呢 作为这个尖冲印法 也产生了变化 前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以前的感觉 要不然就是三路爬 这是最多的 要不然就是 在这个四路贴起来 但是连向很有意思 它是好像这儿 对 它下在这儿 对 猜一个 用猜我不知道 这个术语 是不是一定准确 但是它的意图呢 就是说 我不怕你挡下来 对 你挡下来 我顺势往前里贴 就贴一个是吧 假如说长 你长 那么我就猜个 这样看起来 好像这个猜要 很放光彩的感觉 对 我自己 已经有根据地了 同时 您这儿搁仨 可能还是要被我这个 可能要攻击的这个对象 而且这三个子 我觉得搁的好像不是地方 所以它不怕你挡下来 对 是的 它就是不怕挡 所以它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 它觉得它不爬 可能也是有道理的 那么黑棋呢 是好像是 这个算四间的一个高加了一下 那么白棋再爬 再爬一个 再爬回来 对 总体来说好像波澜不惊 下的都差不多是吧 黑的是挂角 白的这个肯定 坚定 长起来 然后白棋尖了一下 这个齐形好像一般都是要尖的 对 这尖一下呢 这个让黑的呢 是有一点的 看你怎么硬 那么如果说你挤这一下 这个也是非常难点的 白的呢 可以先搬二路 先搬这个 那么假如说它挡住吧 假如说你挡住 一般来说要挡住 如果说除非特殊原样 你打了虎一个 打了虎出去 但是这个本身有一点损控 是 那么你如果慢的话 白棋可以断一下 那么黑的打持一个 白的就这样打 就基本上把黑棋封锁在里 是的 实战呢 黑的呢肯定不愿意这样 那么它就单长出去 但当单长出去 它留下的一个问题 就是今后被白的这一搬 有点难受 黑的有一点难受 因为黑的如果你搬这个 请问注意 这个我不是搬粘啊 我不是搬粘被挤的话 那搬的没有意思 这个搬的意图是 你搬二的时候 我这是要搬下来 对 这个时候黑棋是不能断的 断的话被白棋一吃 那就是出问题的 所以黑棋只能打这个 那么白棋沾上 等于是就把黑棋给切断了 对 而且这个配置之下 好像黑棋就被切断了 不是太合适 对 当然了 这个联校也没有直接 使出这个手段 它还是先在这儿 好像飞了一个 对 它可能还是看中 这个边上的这个发展 黑棋是脱线了 跳一个 对 在这儿大跳 对 它这个 这个棋的位置 是不是看着 也有点奇奇怪怪的 对 如果说在没有AI出现的时候 我肯定觉得 这个不好 肯定不对 是吧 当然现在年轻人 他们天天 我学到这个AI 我也不太 这个感受 他们说 这个都是AI下的 我一看也没办法 但是我是觉得 我总感觉这个 就是我对围棋的 就是这个 这个下 这几张 我总觉得要走 为什么不直接逼住 就是 如果说直接逼住的话 它会贴起来吗 还是说 对 如果贴起来 假如说贴起来吧 我先搬一下 搬一个 那是不是特别损呢 这样 这样呢 我先把这个三个子 吃得很安全 完全吃住 安全了 而且呢 我这依然要是 我就用你糊 对 糊 那我就一搬起来 那好像觉得 我顺势挺愉快的 可能就那 你如果跟着我 糊的环子 那我就这走 而且以后 我这顶了一搬 这个收控很舒服 或者说 我顶完之后 点进去 你还是没活 而且还能收控 我这一顶 你得粘吧 我这 如果我黑一点 我不是说搬起来 我直接点在这 让黑旗吓得太愉快了 好像 你这样 我一爬回来 我又把这个空 那程老师 我得帮他想点办法 我不能这样 这个太惨了一点 我是不是可以下得 稍微那什么一点 你下这 那我再走 这个也行 因为这个地方 你吃不掉我 你走这个 打一个小尖先生 我这小尖先生 我还不能 还可以先不下来 我搬 你搬不下来 你搬下来被我一虎 这一冲 这一段 所以我的感觉 而且你走这个的时候 其实小尖先生 我冲这个也可以 如果我胸也 那就冲完了要 对 我冲完直接断 其实你也 你也不一定行是吧 对 你也挺危险的 因为你贴这个的话 正好被我这一搬 这搬得我不太会了 这已经 我这个 因为这个给我 白的气有点紧 我感觉 就是这种招出现 这样能行吗 有所怀疑 这样的话 你有点危险 我这一走 挡住 对 我这一断 我是觉得挺危险的 对 当然这个很复杂了 因为这个时间运用 我们可能就不能生完 但是总而言之 我的感觉 就是说 如果我下的话 我肯定是想一手棋 就是逼住 这样呢 就是 感觉 还是想追求一些效率 我总觉得 这个 不寄不离地 猜一个 因为下一手 这个还是挺大的 那么如果说 我先走这个 白起脱鲜的话 我是不是一定 不在这 我 不一定 是吧 对 我可能会考虑 我觉得我直接飞 其实这样 常老师的建议是在这 对 他实战 那个支野虎安下的是这 是这 那么我们看看 决议 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吧 还是 这其实是这样 他看着两个高跳 其实挺奇怪的 我们看决议的这个 变化图 他是拐这个 拐这个 他就强调这下 也很好理解 就是说 你挡住 那么这个扳 我们前面说了 对 我就不担心了 但是前面 但是这个决议的图 跟人的想法不太一样 有的时候 我们不能完全受这个意见 因为他是说拐一个 白起不硬了 白起在扳一个 黑起挡住之后 这样呢 他在揭这个 这个呢 不是人类的思路 我们 我们肯定下不成这个样子 我是觉得呢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参考一下就行了 对 包括 不用 不仅是我们的棋友们 更 就是即使是我们职业的 这个高手来说 这个也只是一个参考 就是说 在实战中啊 这个是 这个思路太跳跃了 我无法去 领会和理解 他后面想干什么 对 所以呢 就是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也就是说呢 但是从这第一手呢 我们可以解读他的 就是黑起拐这个 是希望你挡上 然后呢 黑的呢 就把这一手棋呢 就是先化解了 化解你扳的这个威力 对 你扳的时候 我可以挡住你了 现在 那么实战呢 它是大跳 对 其实我前面的意思就是说 要不然就是这地方不走 要走的话 肯定是要逼 要逼过去 这个我总觉得这个高跳 有一点中途半端的一种感觉 就是我肯定 如果我下的话 肯定是不会这样下 白起是 白起大跳 这个也是 这盘起大跳很多 白起跳 这个也很正常 这俩我总得 是的 对吧 你这个没有安定 我总是要进攻一下 黑起下的好稳扎稳的 他没有 他没有像刚才给出的这个变化图 这样拐冲 他是立下去的 拐冲一下 可能对于日本棋手来说 这个 就下不出手是吧 太俗了 俗手 这个力呢有 感觉上有一种含蓄的力量 这像日本棋手 当然这个不足的地方呢 就是说 他毕竟有点慢 在这个布局这么紧要的关头 可能步伐慢了一点 只也唬完这位棋手 给我的感觉 总体来说 他的棋还是偏向于厚重 我觉得他不是那种 就是下得特别猛的那种棋风 可能日本棋手比较多一点 当然现在随着这个 资讯的发达 尤其AI的出现之后 现在日本的年轻棋手的棋风 也有所改变 对 也跟原来的 他们的前辈的一些风格呢 我想也有一些变化 当然现在是受AI的影响 他不是说厚重 他就不强调效率 只是他厚积薄发 他还是要强调中盘和后半盘 他这个厚重之后 他慢慢地蓄力之后可以发力 是这样的一种风格 对 就像比如说以前日本的前辈 既有板田荣男 剃刀是吧 对 这种特别的锐利的 当然也有像林海峰老师 林老师的这种 非常厚重的这种情况 这个其实厚重 并不是说你下得缓 缓是太慢了一种概念 厚重就像小秋你前面说的 他只是积蓄力量 是的 在他最需要发力的时候 他那个力其实是很强的 我们再回到机盘上 原校的这部管 我感觉就是一种 积蓄力量 这个看起来 这简直是把自己下得特别结实那感觉 因为这个如果说不走的话 黑旗他现在不会点 不走的时候 他虽然现在黑旗暂时也点不了 但是白的你不好攻 你比如说这种攻过来的话 它会有接用 黑的反而有接用 比如说我这种地方贴着你走 因为这一旦有紫的话 以后黑旗可以靠这个 你打 就尝回来 我点 就点 对 点的时候 我一旦这地方我有紫的话 那么现在如果说这什么都没有的话 白的不担心 白的就是算 对 圆上 你也不敢断 断我底下一般 你杀气肯定不行 我这还能打出来 没错 这现在不一样 这外面有紫 这个地方大家旗游知道 就是绝对不能人家靠的时候沾这个 这个除非外面有特殊情况 这个被黑旗这一般 如果说你在这个我们小的时候 这叫让子骑定式 这个如果说 如果说这样 对 这个是不是小时候的让子骑定式 是吧 对 无论如何也不能下成这个样子 除非这是提特殊情况下 白的如果说是被黑旗先手点这样的搜一圈的话 那这个不是同等级的这个棋手在下棋了 对 所以这个是黑旗的理想图 但是白旗是绝对不会答应的 对 那么 但是白旗在攻黑旗这两颗子的时候呢 就要有一个整个的从全局的预判 那么直接很凶狠地去攻黑旗这两个子并没有特别的成算 所以我觉得联校的这首怪 其实就是积蓄力量 也就是说呢 他先把拳头缩回来 你不要觉得他不会出拳 他缩回来的目的是 希望那一拳打得更有力量 因为缩回来所以可以出拳更狠 你黑的是 小飞 对 黑的是这时候得走了 再不走的话 被白旗一走这两个子很有可能要被惊吞了 对 那太大了 白旗大跳一会儿 对 大跳一下 像头这儿的话 我感觉上是白旗是挺舒服的 对 整个的布局来说 因为我们看从这个简单判断下形势 白旗 这个木好大呀 连脚带边大概有25 上面10木齐35木 这个呢 很难算 但是肯定是 因为它有潜力 但是你说多少木很难算 那么黑旗呢 这个脚也就10木多点 比这个可能大一点 这一块呢 就是说 就算你吃掉的话 比如说以后我二路小剑的上面掉 这个走两下的话 可能也就10木多一点 关键是这个黑旗的能为多少 因为像这样的一种配合 如果说外面是有大模样的话 那么黑的可能潜力会 就是说它的威力会更大 因为它有潜力 但是现在呢 白旗外面没有弱的子 黑旗好像也没有模样 同时呢黑的这地方是有 这个薄的旗 弱的子 那么黑旗想在中府 有什么大的发展 是已经几乎不可能的 那么几乎不可能的情况下呢 黑旗当初的这样的高跳的效率 我觉得反而变低了 从线来看 我觉得肯定是不如 不如这样 这样 手控手的牢一点 对吧 这个时候我底盘稳一点 对 这个下法 这两手旗 一看呢就是更注重向外的发展 对 但是它的缺点就是底盘不稳 也就是说白旗 就是我们看下一道就行了 下一道黑旗就逼住了 是吧 就回到这个逼住 是的 那么也就是下到这个时候 连下到这个点恰到好处 没错 这个形状黑旗最怕的 就是白旗的这个 就是说 这个是最怕的这个一个下法 也就是说除非黑旗外面 是一个铁桶症 我直接可以在这个 钉在这个三三把你吃掉 这样够狠 除非这样 但是现在呢 我感觉 其实我也有点想一下这个 但是可能在实战中 尤其像像你说的只野虎丸 或者说日本棋手 可能很难下这个决心 就钉在这儿 这要是吃不掉的话 可能就就完了 是吧 它就直接就冲是吧 对 那就直接 我就直接了当了一点 直接了当 你能不能活 我不知道 这个好没把握 这个我也不知道 这个是有 当然白的还可以脱先 先适应手 我觉得白的如果吓得柔和一点 是不是可以考虑 比如说这样 这样我不怕 我就把你 就把这个盖住 因为黑旗倒过来 我当做我打入你 但是呢白的我觉得 脸下不会那么温柔 他长得很帅气 看上去比较这个温柔 但是他这个棋啊 跟长相是 天然相反 这个他的棋是比较黑的 他我就形容这个 人不可貌相 就是拿莲校打比喻 我说你们千万不要看 莲校长的那个样子 但是他的棋 极其刚蒙 你看说 所以就是可能 这些虎丸也知道 所以没有敢下这个黑手 但是呢 你只要不下这个黑手 被白棋点的时候 你无论是挡这个 还是上面压 上面压有个 被白棋这一拖三三 这个脚基本上就姓白的 就黑的是吃不掉白 吃不掉它 这个所以也就是说 该就是黑棋高猜二手脚 它的底盘不稳的一个弱点 没错 是这样 那么既然我们知道了 这个棋的就是说无忧角 如果说手无忧角 它的优势是在于底盘很稳 牢牢地把这个脚上的空 可以守住 但是它的缺点是 对于中府的威慑力量不够 尤其是被白棋 有尖聪的这个好点 对 那么反过来说 黑棋的高猜二 它的优势是向外的 这个影响会更大 但是它的弱点就是 手控不好守 所以知道我们这个特点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 白棋的布局已经打开了局面 因为黑棋向外的势力 不太容易发展了 尤其这个地方 黑棋自身还有弱子 那么白的这个时候 稳稳地再把你这个脚上的空 给掏掉 所以从整个的这个流程来说 我觉得黑的布局 肯定是在哪出现了一些问题 对 而且下到这儿的时候 就是黑棋的胜率是显著 已经下降了一点 就是比起始的胜率要下降一点 我们也可以看一下 看一下这个AI的胜率 给出的胜率吧 虽然我平时看的比较少 但是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看一下 我感觉这个时候 白棋的胜率肯定是领先的 就从 我看不太清 但是好像是不是起始吗 他这个给出的局面呢 就是黑棋上面那个拆 他不拆 他要靠压 他给出的是 不是拆 那么可能是60 我这有点看不清 看的好像是65 65 白棋65 那也稍比起始胜率要 升高一点 高六七个点吧 大概 那么我估计走这个 被白棋点 黑棋压住 对 实战 是吧 被白棋拖三三 活着 我感觉这个胜率 白棋肯定更多了 没错 我也是这么认为 对 我感觉 我觉得有上70了 他这个 就下完了之后 这个局部 黑棋挖一个 黑棋只能挖 白棋打 吃 是快80了都 快80了 都脱到脚上都快80了 对 因为我是觉得这个黑棋的 就是我前面给大家分析 就是黑棋呢 你前面下的 跟你的 这个配合 其实是出现了 这个问题 没错 我是觉得好像白棋下的 更顺利一些 因为在你黑棋在外围 很难取得大模样的时候 底盘的不稳的弱点 就暴露无依了 然后他打吃 他打吃 这个 这时候连校呢 好像 就是 普通呢 其实可能就沾一个 对 把这个脚活了 高高兴兴 咱就收空 已经很开心了 就觉得 他还不肯 再慢慢收空 他觉得他那边已经转了 因为如果说 帮助的话 他也有结了 至少 因为这个地方 他是 他走的这个 对 我觉得 他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 就是你说的 黑棋呢 在这儿呢 你不能搬着吃我 搬吃我 我这一打 对 有个结 所以说你要吃我呢 你只能提 那么提完之后呢 其实我以后这一飞呢 这个也不算很大 对 已经小很多了 已经就是说 怕以后有变化 对吧 我这先留的 第二个 他想的更黑的呢 我想的 他是为了造劫财 也就是 我先看你这个地方 你怎么做活 如果你在做活的当中 白棋有绝对的 结材 优势的话 我这个地方不是沾了 我要直接给你打上去了 直接可以给你开上来 这个够狠的 对 我先看你这边怎么 因为我现在不能直接开 现在直接开 我随便走两个 不一定吃得掉 就算吃了 吃了不大的话 这个太损了 对 这被人家拔到这儿 也就是说 黑棋 本来我只能补 是提到这儿 你得以你去铺一下 那被人家提到这儿 跟我提在这儿交换 这个铺跟提 你至少要算了半熟期 所以白棋呢 这个地方 它一定要把你养肥 就像我们这说的 得到了 养大了吃 对 等到了秋天的时候 那个肉都长得比较 满的时候再动手 所以黑棋呢 现在如果说 在这个底下做活 是绝对可以做活的 白的本意不是想吃你 只是想一个是搜刮你 一个是如果说 你在活的过程中 白的如果说 是有绝对把握的结材 大的结材的话 我不见得是粘在这儿 我黑棋 凶一点的是 可以打在这儿 因为如果说 你黑棋粘住的话 我脱铅 你又吃不掉我了 我又便宜了 而且即使我粘住 我这两个也明显便宜 因为我这个跑便呢 严护无比 这跑出来好像受不了 可能马上得走 要不然我这一跑就不行 对啊 但是没有这两手的话 这个跑的话 黑棋是可以 它可以扛住 可以扛住 黑棋一爬 你再走 再爬一爬 它再爬一下 白的一走 然后一扳住 这样呢 你如果拐下来 我就这一加 这样白的三口气 黑的四口气 我明显比你快点 正好是白棋 但是这两个交换的话 等于黑棋少了一口气 对 那差多 那就是白棋 太一气了 对 所以是有这个区别 所以这个被尖尖的 可能黑棋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对 他就索性 愤怒地把这个先提了 眼睛一闭 这你来吧 我觉得黑棋下的心情不太好 那连孝说 你不要看我 好像前面心思手软 我该也不能 你当我没力量吗 你当我不会吃你啊 接下去就看黑的怎么做 因为黑的这个如果被惊吞的话 那就太大了吧 那可以直接收 我会觉得是 收紫了 所以他绝对不能被吃掉 他实在是虎 这一个虎丸不知道是不是挺喜欢虎的 因为他叫虎丸是吧 虎的时候如果说白棋能不能狠一点挡住他 挡住的话呢 他这两手呢还是便宜一点 他呢这样他往外靠 你呢也没有把握绝对的吃掉 因为你这个挡啊效率非常的低 没走在墓上 因为黑棋这个是应有一个头探探的 对吧 你这个地方是可以说基本上是不毛之地 从事 那么你唯一的目标就是说我要把你全肩 肩面 但是这个呢 好像有点难 对它有一定的难度 因为黑的靠两下 白棋走 黑棋再靠 虽然我下的有点俗 这有几 但是呢 我因为这一挤呢 可能你吃我不见得好吃 大概只有这样 对 那么已经有点眼包 包括我这一顶 这好像不太好吃 我觉得 它肯定没有把握吃掉 如果没有把握吃掉呢 那么白棋就有点落空了 尤其黑棋这上面又抢了一手 所以呢 连校呢 我觉得这个选择还是挺好的 先飞一个 先把你飞住 因为底下 黑棋只能这个二路跳 这个本身很痛苦 这跳也没过 还是一个打结吧 不是 连校是连打结都不给你 它要飞下来 你说的打结是白棋加这个 是的 黑的呢 有一个反加 这个结呢 因为白棋呢 也挺重的 对 你只能打吃 那么黑棋这一打打这个结 因为如果说黑棋打赢了 它可以把这个提到这儿的话呢 这个 那也不错 看起来 对 白棋不是说完全的无忧结 白棋也是要付出一定的代价 那么黑棋呢 可能这个脚上点什么 还有一点的 有结材 是吧 对 而白的呢 暂时没有看出特别好的明显的结材 所以连校是 它要这样 更凶 对 它要这样 它要这样 这个时候啊 黑的 我当时在看的时候 觉得黑的有一个像 就是说 当然就是能活 当然就是难过的 它可以挤这个 单挤 对 单挤 单挤 假如说 你先看你是虎还是沾 你这两个肯定不能被我吃掉 被我吃掉你肯定完了 对吧 我这活了 你如果说沾 假如说沾上吗 假如说沾 我这一靠 那好像已经活了嘛 这一虎 对 一虎 所以说你只能顶 对吧 你可以顶 但是顶的话呢 我可以虎这个 你如果搬住的话呢 我可以连搬出来 这个给大家就介绍一下 就不能直接 不能直接冲了几 冲了几 这有一扑 被扑死了 你不要看 我就这一 好像吃不掉你 我这可以一扑 你吃掉别人这个籽 我再一打吃 你沾不上了 沾不被我这一口气 吃掉 可以 白旗可以一路先搬他一下 要不然警方他一路度过 那这个 他估计也不能看了 那就不能看了 所以呢 不能看了 但是呢 这个时候黑旗可以搬这个 单搬一个 对 单搬一个 那现在也挺麻 你如果一打吃 我这一战 那这个时候 我这要冲过来 这要吃 所以白旗不能两圈 那白旗是不是可以铺一个 这个 那铺一个好气 那我是不是 单断吗 单断一个 单断你也能铺 那也是铺一个 反正有着铺 因为刚才看到了有这个铺 所以突然发现 对 我还以为搬 你已经不行了 你有一个铺 对 那我 那这样一下也行 那我是不是可以冲这个 我还有一招 单断是吧 单断在这行吗 单断我就搬嘛 那我就转换 这样转换 可能形成一个转换 我再搬出来 这样转换 可惜 是不是也可行 打在哪 随便打一个吧 对 反正呢 就是这个角可能没了 但是就是把这个上面破掉 打这个也很大 还有一种呢 就是说你可以虎这个 对 我只 刚才我就在纠结 我是街上还是虎 对 虎的话呢 但是就是 我这可以先搬一下 可 那长一个 对 可以便宜到一下 对 可能便宜点 然后我这个打不是先手吗 当然 对 有一个眼是吧 我就趋努一点 就这样 那也是一种活法 也是一种活法 但是这个呢 可能 虎完觉得这样下 也 也行事不太好 这个角可能有点问题了 但是这个得赶紧走吧 要不然被铺一下 是不是来不及啊 不是 我 我 先打掉 我先打掉 先打掉 这个先打掉 这样呢 我已经活了 因为你铺的时候呢 铺的时候可以接上 对 但是 就是 这个角呢 黑气牺牲了 因为白气 这下不要轻易地随便打掉 它可以 不要 不要打了 我这个开心啊 很开心的打掉 打了开心 打完开心之后呢 开心是开心 但是人家一加呢 黑气就倒过来开心了 因为 我加完之后 我这个力是现在我脚活了 所以这个地方啊 白呢 是千万不要去随手打 白气 不打的好处是 黑气加的时候 白气要学会单力 对 这个打了可以铺他一下 我可以打这个 对 前面 他就说了 我打完之后 不是粘在这 我一铺 你死了 这个地方 黑气是没有眼的 对 是的 也就是说白气这个 这个情况下 他的一鲁力 是绝对的先手 因为这个一鲁力 绝对的先手 这个还一个字 因为这个一鲁力啊 它是绝对的先手 所以黑气这三个字 脚上的三个字 已经是尽死了 那白气收获还是挺大 收获还挺大 可能虎玩虾想 这个 命为玉碎 就不能这样屈辱地活着 却活着太屈辱了 但是他实战这个尖啊 我是觉得黑得 特别的危险 白气一顶 当时我看的时候 感觉好像 就已经差不多了 我脑海里想到了 老有一个词 在我这里面 一种玉碎 反正是没觉得 他能活着 因为这个好像 就跑不出来 是贴我这走 就往哪儿跑 茫茫大海 白茫 白气 白花花的一片 黑的怎么跑出去呢 毕竟对面的对手是连孝啊 但是他实战是冲的是吧 他冲一个 好像冲 他是不是觉得 这样跑出去的可能性 更大一些 但是也不好跑 因为他这个时候 他有一点麻的地方 就是他如果先挤这个 白气虎 他跳的话呢 白的就贴回来 这个挤啊 聚损 黑气虎 但实战呢 他跳这个的时候呢 当然呢 他很希望 这个连孝呢 随手地去冲 他这个时候 然后他这时候再挤 现在在团 对 那人家肯定不要了吧 那他活了就行了 就算了 对 所以但是连孝这个时候 吓得非常的凶啊 他是先挤 所以这个次序 是非常重要的 你不要觉得 我一冲 走哪个都一样 你走这个 我再挤 这样你不就是 沾上我这一段 是吧 但是你冲的时候 黑的就可以挤这个 这就是围棋里面的 次序的特别巧妙的地方 我这一挤 那么你要一补的话 我这一冲 因为你这不能断 断上去是不行的 你一断 我这可以打 接上再一打 我都是命令型的 一打 就冲过来 就白气冲死了 一冲 白气插一气 三口气 你杀不赢 你只能打持我这一栈 你因为你外面 你只能夹住我 夹的话我三口气 三对三 黑气先收 黑气快一气 所以次序是非常关键的 但是呢 黑的前面我们说的 如果你先挤这个 当然能挤到 但是你先挤完之后 你跳的话 它肯定就不冲了 它就不冲了 所以这里面的次序 是非常巧妙的 完全不能错 完全不能错 这边一挤 黑的现在肯定不能粘了 它好像是 粘了被冲断了 它走这个真的 对 然后被 它冲了 它冲这个 对 然后黑气往外 虽然 还是能往外 但是依然面临着 前面我们说的这个问题 白花花的一片 黑的能跑出去吗 而且跑出去的话 这不是被冲断了吗 其实白鸡是随时能吃 但是 对啊 连孝不肯 他觉得他要把你全 对 全部 连孝 连起来一起吃掉 对 他姓连 他不能说 你可以连在一起 这个穿篮杯的比赛 我想对于这个连孝 跟直野虎 两个年轻球 都是非常重视 因为他们两个人 都在国内取得 非常不错的成绩 前面我们也说了 拿到过很多投赛 这样的国内军 这些虎万 最年轻的日本的名人 那么作为连孝来说 他曾经有过一段是 天元名人 骑胜三个国内比赛的 挑战制的比赛 他全部是冠军 好像有过一年 我记得 等级分呢 也是达到过 第二仅次于科捷 也就是说 不算国际比赛 完全国内比赛的话 他是当年是国内比赛 成绩最好的一位 但是他好像国际比赛成绩 可能不是很理想 或者说不能叫不是很理想 是相对于他的这个级别的 起手来说呢 是有一点遗憾 因为还没有经过四枪 这个是 就跟他的水平可能 这个可能成正比 对 跟他国内比赛是完全不相 匹配的 是的 所以我想 每一次的世界的比赛 作为连孝来说 都是一个发起的 一个冲击的 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没错 所以那么我们也期待 这个川蓝杯 连孝友好的发挥 当然虎万 也是 他是代表着日本的一个 年轻棋手的一个希望 对 他也希望能用世界比赛 不仅是用日本国内的比赛 来证明自己 也希望能在世界的比赛中 来证明自己的这个实力 对 黑棋打吃 打吃 我们继续看这个题 黑棋依然不好跑出去 长 吓得好痛苦 我看到这个眼 没眼 就是这样的情况 他依然是没有眼 他不是八只眼都没有 这个地方 他没有眼 你不要以为 黑的这有一只眼 黑的这一只眼 不是眼 连半个眼都没有 也就是说这个棋 很难受 你圆这个的时候 他就铺一个 这个好像磁铁 他就铺这个 我就铺这个 对 你提掉 对 我一卡托 对吧 你是一只假眼 没有眼太痛苦了 那你说我 我团这一边 我团这个呢 倒过来 我反方向铺 意思一样 你提掉 我这一卡 然后再卡这个 你这还是假眼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 白棋 不用先动 不用动手 以静置动 黑的这地方 看上去 好像 已经 有两个空格了 但是很遗憾的 由于气井的关系 一只眼都没有 对 是的 所以他这块棋 到现在为止 没有一只眼 没有看到过 一只眼 太过分了 他后来走哪个了 我都 他是跳的 他是跳的 而且这地方 其实白棋 随时可以糊了 冲断他 但是 他得先把那个 主要部分 主干跑出去 他就剑 是吧 对 连下就 挡住 终于把这个连上了 先把它连上 我要死 也得死在一起 连在一起 而且这个时候 其实挺考验白棋的 你吃不吃我 有的时候是这样 因为我们不能从事后来看 说这个黑棋那么危险 好像怎么吃都行 我们要考虑到一个 棋手的实战的一种心理 没错 这个时候 如果说在这火 第一 他本身也不好火 第二个 活的时候 白的随时 我可以把你尾巴切掉 对 所以你既然 你即使活了 可能你行事也不太行 那么这时候 我干脆眼睛一闭 就先脸上再说吧 我先脸上 我也给你压力 你吃我吗 你万一吃不掉我 或者吃崩了 这个 这就不好说了 这就不好说了 可能就逆转了 对 所以他在这个 劣势的情况下 在这个危险的情况下 他其实也是 给你自找一个压力 当然这个时候 白的下方 它是小尖 好像是 我们看一下 那个决意给出的变化图 这个 好像胜率已经超90了 对啊 已经 他就一沾 他就说这题一沾 那么意思就是说 你这儿拖了 就沾上就行了 就把这自己连上都 已经最厚了 我觉得连销就是沾的 它是底下尖了一个 尖了一下 它尖了一下 对 意思差不多 然后打住的时候 也就是这样了 因为前面我们说的 黑的呢 这个地方是 没有眼 但是呢 它可能是 这地方有一个 圆肩膀先手 它这个团这个 对 如果你也破它眼 那么这地方 有打了 拱一下 还有呢 就是白的呢 自身的要稍微注意一点 是 白旗的这个 别小心 待会儿吃 吃发生自己也 但是白旗呢 现在好在哪儿呢 就是我只要 花一手去 我下部一提 吃火了 把你这两个 只提掉呢 我就是 是完全火的 你这两个也沾不上 对 黑旗要吃的话 它得先把底下 这个眼破掉 这样破掉的话 对 就是说 当然白的要稍微注意一点 暂时呢 是不用担心 那么沾到这儿 黑的 很凶险 反正这个时候 显示的胜率 已经是超过90 但是 虽然说我们经常看胜率 然后说这个胜率 已经多少了 不是 我是觉得呢 胜率是一方面 就是胜率呢 可以是给我们一个指标一样的 但是真正的这个在比赛中 可能我们呢 就是既要当作我们的一个指标 但是也不能完全依赖这个 没错 因为这个AI给出的 那个会跟人类的感觉 会有一定的偏差 有的时候AI的可能觉得胜率90几了 有的棋友说 这是90几了 这个不可能逆转了吗 你还没赢是吧 你还没赢 但是呢 有的时候90几也就是一步棋 比如说你在杀这块棋的时候 你什么地方一步棋看错了 那就麻了 或者误算了 对 可能瞬间别人90都有可能 所以呢 这个时候依然要 这个就是保持一个非常 而且我觉得这盘棋还算比较简明了 有的其实就是咱们看胜率 就更复杂 就95%以上了 但是你未必能赢得下来 因为那个局面 其实对人类来说还是挺复杂的 或者说有的是倒过来 觉得人类已经觉得稳赢了 但是AI给出的胜率 其实还不是 不一定 对 所以说你也不能盲目地去相信胜率 是的 那么我们看看虎丸 这怎么活 我是没有看到活路 它是挡了然后接上 挡了沾 对 这个沾 黑戏虎一个 黑戏虎这个 黑戏虎这个我怎么觉得 这能活吗 它现在是这样 它等于是呢 底下呢 它比如说圆一下 对 它有这个圆的先手 比如说 您要先搬吗 不是 或者它先搬 先搬成 便宜一下 关键是这一圆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你来破它这个眼的时候 它可以粘在这边 它粘在这儿的话呢 它这两个子是能粘回来 当然它现在不见得马上粘回来 它不粘回来 它这里已经啥了眼 你已经活不了了 白旗自身你要注意 那得小心 不能说 吃了吃了吃了 自己没活 自己没活 所以呢 但是白的我觉得现在 可以打 是不是可以打吃这个 白旗打吃这个 如果打吃这个 反正黑的我也不知道怎么活 说实在 因为我 因为底下没有眼 更不清楚 这个上面 就算你 冲掉 就算你冲掉 把这一下打掉 接上 我也没看出 它能活呀 因为 它走这个 圆着 我可以煎这一下 对 它依然是没有两只眼 你走这个 我这一扑 扑这个 对 依然没有活 是的 但是你 你又不能做这个眼 你做这个眼 被我这一击 我在看黑旗 它能不能直接 就把这个并了算了 我让你 走 然后就 直接把这个沾上 还是沾这个 反正就沾一个吧 就是跟我杀气 是吧 对 沾这个吧 对 这杀气好像 觉得不太容易 不是 不是 你 你不是说杀气的问题 这有个半是吧 我这个提完之后 突然发现 那有个半 对 我这个 这个力是先手 你吃我的时候 我一扑了 底下一扑 那不行 对 当然呢 其实啊 联校好像收手了 实战联校收手 联校收手呢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原因 第一 它呢 是判断了形势 觉得这个时候 我收手了 对 把你这个底下挖死 是 我已经够了 第二个呢 就是说 毕竟这个实战中 有一句话叫 奇长一时 无眼自活 但其实没眼 还是要死的 但是呢 我们有一个 这个音乐语呢 总是联想想 算了 我这个万一看错呢 就是看不清楚 我这个可能 这样更能把握点 还有一点呢 它就是让虎腕 有一点后悔 就是你这下 没走着 本来它是可以走着的 本来你可以走着的 它这个不走 我走这个不也行吗 你是可以走着 那么你既然不走 那么我就这一挖 这个地方 有一个什么区别 就是说你打这个 它现在肯定走不着 给大家演示一下 就是你再沾这个的时候呢 白旗是可以断 那么我说 我冲过来怎么办呢 对 打吃 你是可以冲过来 然后发现 是不是全线揭不归 好像冲过来 白的有点危险 但是 全线揭不归 白旗可以铺这一下 你提掉 然后它一挤 我这一挤 全部是揭不归 你 我这一打吃 你揭不归 你要沾这个 反正沾哪个都不行 对 你沾这个 我这一打吃 先手 这一挤吃 黑旗依然揭不归 也就是说 由于黑旗紧的情况下 这个地方 白旗已经连上了 就冲不断它 冲不断 那么这三个 黑的就被白旗 吃掉 就吃掉 而且白旗全部 铁壁牙头目 是的 很厚了 全部看清楚了 那么他也想 你虎丸 你没有先冰掉 你其实可以先走掉 他有一种 很微妙的 对于心里 你看你这没扫大 对 你看你 现在走不着了吧 是吧 但是虎丸可能心里想 我其实给你 不过破绽 美人计 让你吃三个 我大龙可以逃脱 这样 他这都没走 连下下这个的时候呢 就是 围棋我们也叫手弹 通过这一个手弹 我就说连下说 我形势判断清楚了 对 这样下 我放声 但是呢 我觉得这样赢得 更加清楚 优势更加的明显 就这种地方 我就特别佩服 他们就是一线的高手 一流的高手 因为常老师 原来也是这样子 就觉得其实差不多 知道够了就行了 但是也有失误的时候 失误的时候呢 就会被 有的时候自己也很难过 甚至这个 企友们也会说 说你这个叫什么 明明能吃 你这么吃 是 这个有的时候 形势判断 但是大部分时候 还是对的 或者说 对 大部分的时候是对的 或者说其实呢 本身你判断是对的 但是由于后面出现了 操作的不够好 操作 但是这个时候 我觉得呢 从实战的对局心理来说 我觉得连校的这部袜呢 也是很能理解的 对 他如果把这三个子吃掉的话 本身目数就很大 因为我们从当初啊 从黑棋提这个时候 对 这个虽然黑棋在脚上 把白棋吃了 也算走了一招很大的 但是为了活这一块 被白棋千里追杀 外面白棋是一个铁桶症 里面又 白棋又把黑棋这个吃掉 黑棋也只能走完之后 好像 他还得再捕活吧 他是拐出那一个 对 捕活 然后被白棋这一下 他先搬了 对 先搬这 这个是绝对的先手 然后再一个 再虎这个 这个吃得太舒服了 尤其是虎在这 这个当初啊 你看这个黑棋 这三个子就 被白棋惊吞了 对 而且他这个 这块棋围的木啊 如果说让他自己围 他肯定围不了那么大 绝对围不了 本来的话 所以呢 他整个的连校呢 这个盘算一下的话 这一块 还是觉得他转很多 他已经转了 这黑棋郁闷的 连这个冲断都不能冲断 这真的是 对 这地方是绝对不吹灭 我们已经给大家讲了 由于黑棋自身的 气井的缺陷 它是冲断白棋的 是的 它是渡过了吧 对 它是渡过了 然后 现在在白棋下 白棋飞这个 这个飞太大 太大 好大 因为你想 如果说你不飞 被黑棋一尖顶 改成黑棋的紫的话 这个地方 假如说是这样的情况 只要 这个不用点 我们一看就 20目以上 这个太大了 所以白棋这个飞 飞到这儿应该说 从实控的角度 我觉得是白棋明显 是沾优的 没错 我们可以再摆几步 给大家再点点 白棋沾上 对 然后爬回来 它是拐了一个 这个时候我就在想 白棋它是出头呢 还是选择就地做活 我觉得是相结合 就是这个地方 你优势再大 你不能这样做 不能这样 是吧 这个太难 这个有违作为一个职业军 你再怎么赢都不能 我们说有的起 你可以说 引起不闹事 但是再怎么不能 在这个局面 不能这么想 那么你肯定要出 但是呢 你为什么说 相结合呢 完全出头 你说我完全出头 我又往外跑啊 虎出去 然后再尝一个 就像我前面 为什么说 直接逼住 那黑棋是很舒服的 因为我这不顶先手 对吧 你得贴上 你这个已经不活了 是的 你当然吃是吃不掉 你往外走就行了 但是黑棋通过这个点进去 这个木树就全占便宜 所以这个时候 白棋是装作出头一下 然后再回这个档 那么你在顶这个的时候 我呢就是沾上这个 绝对不是说这个去 去去乳做好 我说可以沾上这个 它不用去交换这一下了 对 这一下还差挺多的 这一下 这你肯定不会走这儿啊 这样的气息 所以这个虎啊 千万别觉得 我这虎的舒服 这个舒服了 之后被白棋反过来顶的时候 你就看到当初的这手棋 就是大俗手 是的 而且这个局部呢是这样子 在这个脚上 我看了一下长老师 就是白棋 黑棋假如说待会要吃它 也是一件挺难的事 它大概只有搬这个 只能搬 然后白棋可以跳一个 假如说这边还有气的 假如说跟这边 有关系的情况下 那么它点进去 假如说沾上 跟木树没关系的情况下 它可以打它 沾在这儿 这是个这么的形状 那外面它下起来就好多了 对 它比如说它可以跳在这儿 因为这个地方啊 白棋斑有鲜手 黑的是只能斑这个鲜 黑的是不能这样吃 靠进去它吃不掉 靠进去的话 里面是个活起 白棋由于这个一路斑是鲜手 对 它斑这个一弯就活了 这样活了 所以连下的这个处理 是比较好的 当然黑的一看也别顶了 顶完之后 可能这个更薄了 对 它还保留着以后单长这个 然后从这个地方冲过来 下一场我看黑的走 它先尝了一下 先尝了一个 尝这个 尝这个 它先交换了一下 挡住 掰的吃一下 对 断打 它是提掉 是提掉 提掉 这好转算是活了吧 这块切 这肯定活了 不是 连校从这部袜开始 就没打算吃 就没打算吃 你算了 下成这样了 下成这样 黑的好像要走这个吧 是 因为这手气很大 这手气不走 被白棋牵手跳一下 这个木术也是非常大的 是 黑棋下的就是这个 我们现在大概判断一下形式 也没什么可以下的地方 黑白的这一块 加上这个底下五木 加这六 大概二十五木 这个潜力先不算二十五木 这一块呢 就算黑的能爬掉 也是二十木出头 那么加上脚上 白的肯定有五十五木左右 就是还不算这个潜力 黑的呢 这一块 这地方白的可以点着两下 黑的这块也就十木起 加上这个脚 八木起 十八木 这个大概有四五木 二十 二十二三木吧 二十二木 可能 上面这块呢 将近四十木 四十五可能 就如果说把这个顶掉算 大概四十五 那么从木术的角度来说 黑的是六十五木出头 白棋五十五木 看上去好像差别也不大 但是呢 第一呢 就是这时候你要贴木 算上贴木的话呢 白棋的木术呢 已经这个超过黑棋了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 现在该白的下 对吧 这个不该黑的下 该白的下 然后第三点呢 就是说白的这个潜力 我当时是一幕起都没有 对 白棋算 现在白棋 比如说我这一来一下 穿它一下 您那一走 我这个再一顶 如果 我不知道你能不能 我也不知道 打着这被我这一巴掌 我估计也是 这走哪啊 我也不太明白 对 所以我当中啊 肯定是有潜力的 所以这样的 我们给大家判断 我感觉白的优势是 挺明显的 对 我们也不知道 AI有没有给出一个 看我们要不 好我们看一下 AI给这个局面的胜率 估计应该白棋挺高的 我觉得应该是90的 90应该炒上了 他就说要点一个 都已经超过95了 97.6了 那 那已经是 这个胜率很高了 那我们的判断差不多 就是白的是 明显优势的 但是我们现在也不清楚 他这个说97.6呢 如果说折算成目数 到底是他领先到 有的时候啊 也就几目期 对 其实差的并不多 那么如果说 下到小关子的时候 领先两目的话 那也是铁了 我觉得不是97 99了 实际啊 实际他就是这个 是吧 他点了一个 点这个 点这个 然后黑棋贴 黑棋往上贴 对 黑的肯定前面 我们说不能那样 怎么也得想点办法 白的搬 白棋搬了一个 白棋搬 黑的是顶 对 就是说 小小 就是说他拐的呢 我知道 他还是被顶一下 对 他是这样想的 你如果尝这个 我再拐 那么 那好歹你这个 不太好意思 这个地方被我 弯着一下 不太好意思 你不好意思 走这个猴三角了吧 那么你如果搬 那么我可以顶在这 那这样好多了 这样好多了 这样防止被白棋顶了一下 但是呢 小小小有个问题就是 这时候你顶不着这一下 对 是的 你再顶的话 人家肯定不会接了 对 不是 现在是白的 可能要把你这个搬了吧 我就 我按照前面的目数 如果我搬掉 你这块才35目 当然你 你现在这块不止10目了 12目 12目起 那么12目加上 前面我们算了 这个方法20目 这算5目25目 加上你35目60目 60目 那我这块25目 加上这个大概20目出头 已经45目多了 加上这个角 我吃完之后 你如果断的话 我这一爬掉 可以去管住 我自己吃掉 我这个角上是12目 那么加起来 我已经有57目了 比如说我有57目 那么你才60目 你盘面才好 这天物肯定是天物出来的 我这儿当中的潜力没算 对 这个潜力 我也不知道多少目了 这个粘上之后 我觉得要围一个几目 席是很容易的 所以说从这个盘面的 这个角度来 就是说盘面可能黑的会好 就是该黑的下 因为黑的这儿 不知道是不是也有点潜力 能好一点 但是你这个轻磅很难贴了 而且被白旗尖一个黑旗 它是怎么硬的 我在想这个问题 我估计就贴一下算了吧 就贴一下算了吧 包扎一下处理了吧 那这个紫将来 如果说是被它贴出来的话 那这个黑旗的潜力 但没有了 白旗还有可能 所以这手棋 这个黑旗下一手 我觉得跨这个 跨的话你可以顶 你可能或者跨也行 跨的话你顶的话 我就冲了上面打了 我就搬了气掉 或者说我单顶 但是单顶的话呢 你顶我一下 被它顶一下 我也挺难受的 那就搬了 现在搬得着吗 现在搬要搬外面 我这个 我估计是搬不着 能搬得着最好了 对 搬不着 现在它实战 实战 我们看实战吧 实战它就是这么进行的 它就把这上面两个吃掉了 它就是吃掉了 对 吃掉了 然后黑的搬这个 白旗不能先 接到一下吗 白旗啊 这个接不着吗 其实是能接 但是它想保留一下 它不太想接 对 它想保留 虎 虎一个 黑旗长 黑的 虎完说 我 我不能再这么 我不能说 我再吃这个 让你再虎过来 它总不能让它这么冲过去 这个地方可能 连校下了高兴了 没想到虎完真跟它一拼命 这不拼命肯定是不够了 这起 这个地方 连校下 是吧 敢不敢冲 你冲的话 小心 被黑旗的全部 全部装进去了 对 前面我们说 虽然看似 这个木树好像黑的差了不多 但是 因为下到这个后半盘了 其实黑旗贴幕 是明显的困难 所以这时候连校可能也 他敢拼吗 我的感觉 他是不是算了 他不拼了 他不拼了 但是不拼的话 他可能还是应该虎掉算了 我也觉得他之前 在这个班之前虎掉的话 他特别简明 他就沾上吗 他就沾上 就不要太拼了 这个棋 你就稳稳地拿下就行了 赢多少不是问题 对 他这个赢一目半 对 跟赢二十目半 这个 没有区别 一样 这个不看精神球 跟足球不一样 是的 足球可能还有点精神 这没有精神球 我已经没有精神球 反正这上面吃掉了之后 我觉得木树的领先 已经很明显了 他也好 但是这样呢 白的也倒是能抢到先手 我觉得是不是把那个尖了 他现在 是尖了吗 我觉得那赶紧尖了吧 对 赶紧把这个尖了 因为现在全盘的地方呢 边角的棺子呢 也不太多了 那么可能就中暑的 有一些变数 对 他现在尖一个 尖的黑棋很难受 我不知道怎么硬 往哪边走 黑的因为不走呢 我就贴两下 把你的空给压缩一下 他可能还是得贴这个算了 贴一下 他是贴了这个 他还是贴的 贴的也很难受 贴嘛 白的肯定冲出来 黑的 然后黑棋 爬了一个 我也不知道他走 好像也没什么可走的 对 这个爬是挺大的 因为如果你不走的话呢 白棋一吃 白棋这已经多了两目 下部提一个先手 白棋多了三目 那么你 这样的话 黑棋如果先手爬掉的话 黑的还有一目 街上假如说是这样 但是为什么白棋是单肠的呢 我以为他总是打到街上的 难道 他对这块棋的死活还看着呢 还看着吗 他觉得你这块棋 是 他是这样想的 他等于这样的话 他可能他觉得这个 他还是先手 长一个先手是吧 因为如果说 你不走的话 他待会坚在一下是什么 他坚在这 好像是确实是不活 就是没活 对 对 连校还想着呢 他这地方 他都不是打了瞻的 打了瞻 他觉得让你活干净了 对 他可能还 还有点眼味的关系 然后黑棋跳了这个 他 这唯一的指望 就是把你这块 惊吞吞掉 惊吞不可能 是不是 我这就往外跳着 你也不可能 我这惊吞 我觉得不太 就是黑棋 也没有地方可以争胜负 这地方也被人家 尖了冲出来了 还有哪里能操作的 惊吞也不可能的 他实在是尖这个 对啊 尖了一个 他就是简单的 简单的 让你别吃太大就行了 因为你这样 你吃这个无所谓 我就胡外面 吃这个我就胡 你这可能是多了五木齐 但是我前面我们说了 我们这个尝试先手 你多了五木齐 我再把这个口子封上 我这个地方白棋多得 远远超过五木齐 对啊 这白棋中间 它会乘出十几目 然后白棋 该黑的了 黑的走这儿 黑的走这儿 然后白棋走这个 这个是最后一手了 下成这样的时候 这实在是黑棋 没有什么可以挣扎的地方了 是是 你说最后一手 就是 就黑棋认输了 黑棋认输 对 对 这个可能就跟我们的判断 差不多 就是其实我们前面 把白棋的这个潜力啊 都没有算上 那么白棋的这个盘面的目所 也只比黑棋略少一点 那么如果说算上 这个潜力的话 白的盘面我觉得 应该要多吧 都会多了 多一些 那么就算它后面下的 可能再松一点点等等 那么也就是盘面胜负 这个盘面胜负 对于职业棋手来说 应该说这个差距是蛮大的 尤其是下到后半盘的话 是的 我觉得这盘棋小球 我觉得黑棋的 这个主要的 这个输的地方 还是我觉得布局 我始终对于黑棋的这个下半 有点怀疑是吧 持这个意见的 我觉得它这个布局下的 那个虎丸 这盘棋的布局下的不好 确实是这样 它对于这个为什么要高跳 高跳之后的 它跟无忧角的这个区别 可能它的这个认识 可能还不是很清楚 那么最后的结果呢 就我们已经看到了 就是直白的联校 中盘战胜了 直野虎丸 确实下得非常出色的一盘棋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讲解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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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